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乞充 我们就不要浪费后面这个场景了哈 我再做多一集是讲关于这个中国了哈 OK 如我上期所说了哈 这一次这个中国自信了哈的确是让我对这个中国大概也结了哈 十年前跟十年后啊 他真的是判若两人了哈 OK 所以我在中国也待了整十天了哈 给我也体验了中国的生活十天了 啊然后我一直都有观察每一个细节了哈 OK 尤其是他们的科技的应用了哈 啊我可以总结一句了哈 其实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啊OK 中国人的确是一个让全世界都害怕的民族啊哈 OK 怎样说呢 啊我在这十天之内的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了有一个 呃 强项了 是其他国家的民族了哈 没有办法追赶的 哈 就是呢 中国人呢他现在呀无论是做什么东西都好了哈 可以啊 主打三个字 精 简 连 啊 OK 什么叫精简连 精 就是呢 一个东西呢 他可以做得非常的精致 而且就是非常的有用 有效 啊 不花俏 啊 OK 简 就是简单的简 啊 这个东西我不跟你做到负负责扎 我做的东西全部都是有用的 啊 简单粗暴 然后呢 啊可以达成最大的功效 啊 连 这个东西的 跟其他人相比了相对的 原价 我不需要花 太高的价钱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 单单这个精简连这三个字呢 在过去几十年前的哈 谁是负责这一个 角色的 日本 啊 OK我先当举一个例子 日本车 日本车 曾经称霸全世界至今也是龙头地位 日本车 就是呢 完完全全的 体现了这三个字 金简连 啊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日本车 因为日本车 第一他真的是金 他整辆车很有用 啊 很有效率 啊 简 简简单单 他不需要太过花俏 啊 一点都不复杂 啊 连 跟其他 那些欧洲车相比 他的确便宜很多 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我拿日本车 作为例子 什么叫做金简连你就知道了 而中国呢 他现在是每一个方面都是 金简连 啊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呢 全世界呢都在享用着中国的便宜货 啊 其实呢 在过去的哈 十多二十年前啊 我们讲到便宜货 我们脑里面第一个印象是哎你朋友中国货就是老牙的哈 全部都是山寨货啊哈 啊 拿回来两下半就坏掉那种啊这是大家 之前的印象了 但是其实现在中国已经不是这样了 啊 现在中国的东西呢 不是 单纯的 山寨啊 现在中国东西其实很多是 金简连 啊你可以看 中国的酒店也好 还有中国的那些 公交 机间 啊 OK 尤其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应用啊完完全全是走金简连 这三个字了 啊 你可以看得出呢 他们可以用很小的成本 然后用很简单的方法 然后做出最有用的东西 啊 啊 我这样讲大家去慢慢的体会一下 中国无论是各方面都有达到金简连 啊 这一个 啊 标准 啊 所以 在中国呢 啊 他的消费其实是两极化了 啊 啊 给我先说了 其实 在中国了 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了 做出来相当不错的东西了 啊 就好像呢 啊 你 你可以 啊 住到 一个非常 Avance的酒店 但是 不是很贵的那种 啊你可以吃到一个不错吃的东西 但又不是很贵的那种 啊 但是我刚才说他的消费两极化 实际上 我发现到了中国的这个消费模式真的是两极化 啊 很便宜 或者是很贵 啊 中间的反而是少减 啊 给 说我 去 不同的地方消费了 我发现到了真的有些地方是很便宜 比卖一下便宜很多那种啊 我们一碗银屯面啊 啊 至少也要七块半八块马币啊 他们一碗银屯面的算到来马币啊 可能可以三四块了 啊 但是呢 他们也有 奢侈的这个消费选项 啊 可以去到一碗面 三四十块人民币 啊 三四十块人民币就等你转三十块马币这样 啊 可以去到很贵的 啊所以我发现他们两句话 啊 也许啊 中国呢 有存在着贫富悬殊的问题 啊 有钱人可以去选择奢侈选项 但是 穷人呢 你总该留一条活路吧 啊 所以就有便宜选项 而且呢 中国啊 他的这个 整个市场了真的是卷到不能再卷了 啊 你无论去到哪里了你若一看到了他们抢生意抢到很夸张啊 啊 所以我就说 中国人其实过得蛮辛苦一下内卷到这么严重 我们马来西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 好 我讲演了啊 给我再讲回来 就是呢 我刚刚跟大家形容了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商业竞争的环境之下呢 全部人都被逼要做到精简连 做到最 这个精确的东西 做到最简单的东西 然后最便宜的东西 才有 盈利的贡献 OK 我相信呢 中国在这一方面 现在肯定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佼佼者了 OK 然后在未来呢 他将会怎样呢 所以呢你现在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呢这个美国跟欧美国家全部呢 把他一起来封杀这个 中国 真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做事不理这个中国继续想到啊 你想想这个中国呢 如果他这个精简连呢 在全世界杀出一条血路的话呢 这个欧美呢就要倒大美的了啊 老实说你去看啊欧洲啊那些国家了啊 他们呢完完全全是精简连的倒反过来 真正的是倒反过来你要吐口水的那种啊我跟你讲 啊 他们的东西 又不精又不减又不连 啊 OK 啊有时候呢你去欧洲那边的 消费很贵很贵啊 钱呢丢给他们的那种啊 大巴大巴丢给他们的啊 你会感觉到呢 其实你这钱呢是 丢下去养懒人吧 老实讲啊 啊OK 啊 那钱呢 你不是买回你要的东西的 你那钱是丢下去养懒人吧 但是呢在中国呢 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啊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收入可能相对比较 低一点啊 他们这么卷我觉得他们收入也很难高 啊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你在中国的消费呢 那钱呢 不是丢去养懒人的 你的钱呢 每一分钱呢是花在精简连这三个字上 啊 在欧洲是完全倒反过来啊 OK 在欧洲花的每一分钱都很不值得那种啊 老实说 日本还不错 日本到现在呢 还是维持着精简连 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中国超越它了 OK 尤其是在科技方面的应用啊 我觉得中国好像已经超越了日本了 OK 日本还相对的保守和 我不知道可能我没有看到他非常进步的那一面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 中国在精简连方面已经是超越日本的了 日本还算是不错了 OK 好 我刚才讲回来 现在这个 欧美国家呢 全部要 全部 集体要封杀这个中国嘛 如果中国呢 把这个 精简连呢 扩散去全世界的话呢 这个欧美没有地方占了 因为 欧美每天所拿到的钱是去养懒人吧 这是事实 OK 他并没有办法提供消费者精简连的选项 所以 现在呢 这个欧美国家呢 他们要封杀 这个中国 各种各样的贸易战 然后各种各样的科技呢 都不可以流入这个中国 所以 为什么中国呢 要搞一个中国制造 2035 是啊 我忘记那年份了啦 OK 就是这样 啊 中国现在最重要要搞定的东西呢 就是呢 那些科技的专利呢 现在全部在那些欧美国家的手里 现在 美国 哎呀 他不放手 这个 科技的专利 中国就只能够自己搞了 OK 所以以后呢 可能呢 啊 中国 不再是山寨 中国是 反过来 啊 让这些欧美国家 山寨中国 啊 他自己要先搞好自己的这些 科技的专利先啊 啊 然后 第二 就是呢 啊 除了在科技上封杀这个中国了 这欧美国家呢 也在这个贸易方面的封杀中国 最近呢 这个美国呢 加这个中国关税加到够够利啦 这都知道了 OK 所以 呃 现在 这个 中国呢 啊 他就必须要在全世界的贸易杀出一条血路了 啊 OK 首先呢 呃 就是那个一带一路咯 但是一带一路我现在我说不上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OK 啊 啊 但是 现在我看到中国也正在搞着这个 啊 啊 金砖 四国 OK 这个金砖四国啊相对的比较成功一点啊 就是呢 拉一大堆 啊 第三世界的国家 啊 啊 然后呢 一起 啊 结合起来 对抗那些欧美的列强 啊 OK 这个就是要从欧美的 贸易风沙里面的杀出一条小路 血路 啊 OK So 其实呢 我相信了啊 这个 花落盛开蝴蝶子来了啊 OK 呃 中国的这一套金简连了啊 你假以时日的话了 他一定会杀出一条血路了因为呢我们人类的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倾向选择金简连的东西了啊 现在问题是 这些欧美国家没有办法提供金简连的东西但是中国可以提供啊你这个时间再长下去的话了到最后呢啊这整个这个趋势会导向中国那边的啊 现在的问题是啊中国要把那些科技的专利钱给抓起来先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啊很多问题会卡在科技这边啊贸易的方面你可以用了这种政治的手段解决但是这个科技的问题就要靠你的科学领域啊自强了啊 OK 好 今天讲到也够长了啊 总而言之啊 我觉得 中国是有前途的虽然呢现在呢 有些人说哎现在的欧美国家都要封杀着中国这个中国啊 经济呢看起来呢好像会越来越糟了啊我听到很多这样来说法了哈 但是你如果听了我刚才的分析了你就会明白了哈 中国如果呢可以在科技方面的哈 啊 做到自强的话 然后呢 继续走他精简连的路线的哈 迟早会在全世界杀出一条血路啊这是一个事实了 除非了这个世界人啊都啊 心甘情愿做韭菜 啊被这个欧美国家砍在头然后呢 你不要精简连的东西 你情愿花多多钱去养欧美那些懒人 哈哈哈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时为止了大家最后最后看着一个 红崖洞的夜景 现在接近11点了 11点他要关灯了 好 谢谢大家拜拜